都是屬於變造公投提案 那我們認為這個行為 除了已經是一個嚴重的 欺騙這種道德行為以外 它其實更嚴重 它其實已經進入到所謂的刑事責任 應該是要有刑事責任的問題 當然這個就是說 違反行政中立 你如果說你有不同主張沒有關係 可是你竟然把公投案的內容變造 那這個已經是嚴重違反行政中立法 那在於這個刑責的部分 那麼刑法146條 那麼這個就是以非法的手段 去妨礙這個投票 所以你用不死的去宣傳 不死的去宣傳 這個已經是應該過成這個刑法146條 那麼以這個非法的手段 那麼去妨礙這個選舉 那麼另外在公投法第48條 第1項規定就是說 也類似的就是當你有妨礙這個刑法146條 那這樣投票結果之後呢 因為這樣導致這個提案的這個公投不通過 或是什麼 那麼提案人呢 是可以去提起這個公投無效之數了 那麼另外就是這樣的一個在這個刑法146條 就是公投法第48條的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那麼都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規定 民進黨從整個公投他發覺情況對他不對的時候 就一直不斷在用各種奧布 然後他還無恥到成立所謂的奧布處理小組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這個政府無恥到一個極限 蔡英文自己身為國家的領導人 身為一國的總統 結果到了最後關鍵的時刻 還在用造謠抹黑栽贓污衊的手段 企圖去扭曲整個公投的結果 我覺得這個人是惡劣到極點 這應該要追究他違反選罷法的責任